明日起为一名骑车骑士 他前电动机车Gogoro 准备从中横到花莲 没有想到遇到贪方被迫改变路程 最后他的机车电力耗尽了 靠着警方接送他打接驳车 前往轻近换电池才顺利解决 但因为整个路程达36公里 所以引发网友认为他浪费了大众资源 骑士对此回应 是因为贪方才被迫绕路 导致他车没电 并且还是谢谢警方协助 照片中骑士的电动机车 已经骑到没电 更惨的是当时他正好在 中横台14甲县洛英山庄附近 左右无援 索性遇到巡逻警察 载他到小风口搭乘接驳公车 前往轻近换电池 花了四个小时终于脱困 当时我们警方是采用接驳方式 协助游客脱困 这已经是今年度第三件 Gogoro电力不足的案件了 事发在6月4号 无幸骑士从台中出发 预计经过中横前往花莲 但其他官员段遇到贪方 只好原路折返 却在洛英山庄时 电力耗尽受困 警察巡逻行经 决定帮忙骑士成功换电池 只是这一趟路36公里远 遭到网友认为骑士太大意 凤事他没有查好换电站就上山 是巨婴 面对批评 警方也有话要说 山上受困遇到批评 其实本人也在社群媒体回应 以电动车的里程 武林下花莲是可能的 但真的是半路遇到山崩 必须改道才会没电 也再次感谢警察的帮忙 记者陈静夜花莲报导 优兰 载力 Cell